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在上海普攻原神体育馆进行的2010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 中国公开赛是一项传统赛事从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创办 在进入新世纪之后呢 它主要是在广州和上海两个城市来举办 在08年之后由于上海由于广州要承办苏黎曼杯和亚运会 这样天鹤体育馆呢需要装修 这样就结束了中国公开赛在广州连续五年举办的历史 转移到了上海的上海普中心区的原神体育馆来接下来这场赛事 这项比赛是世界雨联每年12战超级赛当中的一战 今年它是排在倒数第二项 也是一年的羽毛球赛事高水平赛事到了收关的阶段 半场球批掉 把球压线 这球由于在头顶 王世贤的直线球没有回到位 所以对方起跳之后 无论是中杀还是批掉 都会让他非常难接 这一派有一些着急 先把球批掉对角线往前 直接出了边线 其实因为刚才那个球呢是王世贤的一个机会 他通过不断的对角线 已经拉开了叶培炎的位置 但是自己有一派头顶直线回头就到位 没有抓住机会 这样这一分机会没有抓住 也造成接下来他的两拍失误 王世贤现在连丢三分 他很难看 我能让他拒绝了 我能让他拒绝了 是非常好 他两个往前 他的搓球回放都特别细腻 质量很高 但是现在随着他逐渐的 为对手所熟悉的 大家也都知道他这个特点 所以在比赛里面 他能够展现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 对方会有意识地避开他这个特长 但是在他刚出道的时候 这个利用他的两个往前 就打败了不少人 在对手不太对他不太熟悉的情况下 哇 又是 连续摔 鱼也摔倒在场地上 就救球 每场比赛都会如此 王老贤 该公可以跟他在下 可以 打赏都会不错 赏都会说 所以 这球其实是个界外球 刚才叶培炎的杀球是边线 应该是出界的一个球 王世贤也缺乏判断 还是接了一下 回球质量不好 所以在场上比赛的时候呢 自己必须要有很清楚 很准确的判断 否则你掉吃亏 对方明明打到界外的成品去接 就增加了自己回球的难度 王世贤打得很聪明 突然的杀对方追身 叶可言缺乏准备 高踢 吹炎 后来 后来 这球是 他在场上的速度还是非常快 连续杀上网能够保持这种高强度的奔跑 叶沛岩是香港队自己在本土培养出来的队员 而不是像王晨啊周密这样 或者包括他们的卫人军等等这些选手 是从其他协会转过来的 这也非常难得 因为香港呢 这个也就是一个城市 人口有限 能够从本土培养出一位土生土长的世界高水平选手 还是很难得的 前出了底线 我们可以看到叶沛岩他的能力身体素质非常突出 在场上能够连续起跳 愉悦 这都证明他的身体素质非常好 但是在技术掌握上还是不够细腻 但他出球的落点准确性都还欠缺一点 如果他能够在这方面再提高的话 他的威胁会更大 相反像中国队的女单运动员里面 像王世贤啊 蒋燕角啊 他们的球就是控制的非常到位的 打得都很准 这球推的弧度也非常好 刚好让你见不着 这个打对方 控制对方后场的这种推球呢 弧度是非常重要 要刚刚好让对方在半场够不着 但是呢 你又不能太高 太高给对方有充分的时间来回到自己的底线来还击 这段比赛呢 还让我们看到有一个节奏感 就是场上节奏感的这个问题 当你在连续丢分的时候 怎么去控制一下 怎么不让自己丢分太快 在这方面呢 王世贤要做的比 叶沛岩更好 在连丢两三分之后 他马上会控制场上的节奏 所以在王世贤呢 很少看到连丢五六分七八分的局面 好球 抓住一个机会突击 其实像这种时候 在连续丢分很厉害的情况下 叶沛岩呢 应该就是像我们前面说的 他要控制比赛节奏 叉沛岸啊 这个在场边多转一会儿啊 多提出一点换球啊 但是他呢 现在还是每丢一分把球捡起来 马上还给对手 接着马上打下一分 其实自己没有任何扭转 这样很迅速的 被王世贤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这一段也连丢了 叶沛岩也连丢了 得有七八分了 应该至少有七分 好球 刚好是边线接内 所以这种球呢 我们可以看到 王世贤他控球的能力 是很突出的 虽然打起来 也没有叶沛岩那么虎虎生风 但是他的球